邓超所以一直是娱乐全能爱夫妻的彩模,两人婚后遇有一双儿女,儿女双全,可谓是人生赢家啊,夫妻二人也为大家贡献了很多好看的影视作品。 虽然娘娘孙力前几年为了照顾两个孩子,减少了很多工作量,一年几乎只有一部作品,在每部作品都堪称经典,不得不说娘娘的演技让人佩服,而在工作之余,娘娘最经常做的就是陪伴两个孩子,她也时常晒出两个孩子的动态,只不过都没有晒过正面照。 10月5日,孙力带着等等和小花妹妹观看NBA球赛,两个孩子的容貌也正式曝光,此次并没有看到邓超的身影,应该是忙着工作。 画面中,孙力抱着女儿,四岁的小花妹妹看起来很乖巧,乖乖的坐在妈妈的怀里很认真的看球赛,而等等也是全神贯注的观看球赛。 孙力还露出了微微的笑容,看来是看到精彩的环节了。 从侧面看过去,一家三口同框的画面十分有爱,当天孙力身穿粉色毛衣,戴着圆顶遮阳帽,娘娘的颜值还是一如既往的好,而小花妹妹身穿黑色蕾丝连衣裙,头上扎着一个丸子头,肉嘟嘟的十分可爱。 只不过小花妹妹看起来长得不像孙力,反而像邓超多一点,有网友表示,简直是翻把邓超,只是可惜了,没有遗传妈妈的机影。 不过女大师八变,小花妹妹以后,应该也会是一个大美女,而孙力的儿子今年七岁了,已经是一个小男子汉了,乖乖的坐,在妈妈身旁,看来了已经无需妈妈照顾了。 七岁的等等似乎长得也不太像孙力,溜着一头小想法,比妈妈还长,甚至有网友表示以为等等是女儿了,长得太秀气了,两个孩子的肤色都比妈妈黑了一层,看来假期,孙力没少带他们出去玩啊,外面太阳那么大,两个孩子估计晒黑了。 孙力对于两个孩子的容貌被曝光,她表现得很大方,还对着镜头露出礼貌性的微笑,看来她对两个孩子的曝光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了。 画面中,两个孩子都吃着棒棒糖,表情十分的可爱,可以看出,当天孙力给两个孩子的装扮都很接地气,看起来很纯真可爱。 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慢慢长大,孙力也开始接受更多的工作,她前两天还发文感慨时间飞快,四年前和邓超宣传分手大师的时候,刚好生玩小花妹妹不久,四年后又和邓超,在同一个地点宣传新建议影。 如今等等七岁了,小花四岁了,网友们也忍不住感慨,时间过得真快呀。 还记得看分手大师的时候,笑得前仰后合,一转眼四年了,两个孩子长大了,喵喵还是一样的美,虽然这次曝光了两个孩子的容貌,不过孙力对于教导两个孩子很有自己的一套,相信未来的日子对他们影响不大, 祝愿两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,一家四口越来越幸福,免责生宁,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